大家好,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继续跟大家谈关于这个周立波这个案件 关于周立波口中的默虎 我为什么说关于周立波口中的默虎呢 是因为我也不认识默虎 我不认识默虎 我也没有从其他的渠道来了解默虎 我今天想说呢,就只是周立波口中的默虎 周立波呢,口中的默虎是这样的 周立波认识默虎有十年 他说的是十几年的朋友 但是他说是2010年或者2011年 就算是2010年,其实也没有十年 这个不重要了,十几年其实不重要 那他们两个认识是通过默虎的姐姐认识的 在2010年或者2011年的时候呢 这个周立波去纽约 然后呢,默虎就带着一干朋友给他来接风 接风的期间呢,因为照了一张照片 发到网上,公布了这个周立波的一句话 帮助朋友是有代价的,这句话 然后给周立波带来了这个一个诉讼 就是一个叫海明的律师古栋桑南 来诉这个周立波 要求他赔偿两亿,两个亿 不知道是人民币啊还是美金 应该是人民币吧 因为这个事儿呢,这个周立波呢 就跟默虎就不来往了 那就不是朋友了 不是朋友了 直到2016年 2016年周立波呢,到美国去演出 然后默虎呢,的老婆就买了两百多张的票 买了两百多张的票来支持这个周立波 周立波觉得,哎呀,人家那么支持我,对吧 周立波觉得自己脸皮薄 然后就算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吧 就这样,又恢复了来往 又恢复了来往 那不久呢,周立波就出了这件事情 在2017年1月18日当天这个半夜 他被警察,就是arrest 被警察局捕,关在警察局之后呢 他第二天早晨,19号的早晨 他先是给他的一个这个医生朋友打电话 要求他那个朋友联络默虎 联络默虎 说了什么,不知,不清楚 这个默虎有没有给他回电话呀什么的 这个不清楚 之后呢,过了大约一个小时 他有让那个唐爽给这个周立波的老婆胡杰 胡杰打电话 告诉说,阿姨啊,现在我跟波叔现在关在这个警察局 这个胡杰一听了说,怎么回事儿啊 说是我们那个包里面呢,被搜出来了枪 然后呢,这个胡杰呢,就那个去找那个某某 因为他头天去了他们家嘛 就找某某 那某某呢,就承认了这件事情 某某呢,就给胡杰打了很多很多的电话 后几十个电话,据胡杰说 然后呢,就说这个枪啊,是我放的 因为我们要去打猎 然后把那个放在他们那个包里面 之后呢,因为猎又没打成 到最后呢,就把那个枪呢,就忘了拿出来 就带走了,才出了这件事情 然后呢,这个当天的下午 胡杰就带着这个莫虎 就去了这个某某的办公室 然后呢,到了他办公室以后呢 这个莫虎就了解到 这个某某呢,家里面有很多的枪 有很多的枪 然后呢,这个莫虎就建议他家里面放这么多枪不好 让他把这个枪,这些枪呢,都转移了 然后呢,这个某某就听了莫虎的话 把枪转移 之后呢,莫虎就帮助周立波 办理了这个保释的手续 这个周立波保释出来之后 当天他们就直奔了某某的办公室 某某呢,他就说我要那个负担这个 我要负担呢,这个莫虎的这个费用 我给,我打算给莫虎三万块钱 然后呢,唐爽的那个律师的费用呢 我也打算给他付了三万五 然后这个胡杰就说呢 哎呀,这事儿那个,怎么能让你付呢 怎么能让你付呢 你跟唐爽刚认识 新认识的,怎么能让你付呢 我们的不用你付 然后唐爽呢,我们也考虑我们来付 但是之后呢,这个胡杰跟莫虎了解 莫虎确实收到了某某给他的三万美元 之后呢,这个莫虎呢 就跟这个某某也成为朋友,有来往 直到五月六日 这个莫虎的女儿呢,结婚 结婚的时候呢 邀请周立波他们去那个出席婚礼 同时告诉他说 这个婚礼上呢,某某也会出现的 然后胡杰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就觉得我们跟这个某某之间 现在等于说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他是我们,他是陷害我们的人 你怎么可以跟他来往呢 然后呢,就非常生气 莫虎他们就安排了说 让你们岔牌 但是呢,胡杰呢 对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的生气 再加上呢 他觉得莫虎呢,没有尽力 老古同他认罪,他很生气 再加上呢,有那个 莫虎原来输了他二十万 然后呢,又要让他追加五十万 因为周立波以前以为这样的朋友呢 会免费给我提供服务 所以呢,就非常生气 所以就这些个原因加起来吧 他就决定呢,就是不用莫虎了 另外再找律师 这个莫虎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他的角色等于说到此就是结束了 一直到呢,最近这个周立波 在6月28日的时候 发了一篇那个微博 叙述了他在美国的整个的这个 案件的始末 当中呢,就是出现了某某 提出来了,公示了这个某某这个人 对,然后在6月4日呢 又接受了桂圈的采访 桂圈的那个采访呢 他出了一个视频 我一开始呢,就看了他那个视频的内容 其实没有看到多少关于这个 没有看到很多的内容吧 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容呢 有很多在那个视频里没有出现 这是呢,昨天有网友告诉我说 除了那个视频,还有一个微博 还有一篇文章,贵圈 因为它是腾讯的嘛 它是腾讯的一个栏目 他在腾讯的栏目上呢 就把整个采访的这个采访实录 放在这个腾讯的网站上 我把那个看了一下 了解到一些上年我所说的这些个内容 这件事情呢,我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呢,周立波现在 周立波就是明确的就说 我就是要把这个莫胡搞臭 我就是要把他搞臭 他搞臭呢,其实那个 他有了两个攻击的利器 因为那个华人的律师啊 我也是经过这件事我才了解到 原来那个华人律师在美国 华人的律师名声相当的不好 相当的不好 相当的不好 合着这个华人律师在美国的名声 真的是 真的是跟这个 好像跟共产党差不多 你在北美 你在这个华人圈里面 你要是敢说这个共产党的好话 你会得到群起而公知 现在呢,就是你要敢说这个华人律师的好话呢 你也得到群起而公知 我真的以前不知道这个华人律师会这样 还有光文贵 光文贵现在也是 你要敢说光文贵的好话的话 也有很多人起来攻击你 我觉得华人真是不能做到客观这一点 不能做到客观冷静 真是挺要命的 我想说呢 律师在加拿大也没有这么糟糕 可能是加拿大人 包括加拿大的华人都比较老实吧 我们在加拿大没有什么诉讼 没有什么诉讼 所以华人律师在加拿大他们的作用呢 在社会上他们的名气呢 也没有那么大 也没有那么大 他们基本上都做一些个房地产买卖的closing 然后做一些离婚 还会做一些移民 还会做一些移民 基本上都是做这些 所以呢 他在社会上还没有那么那个 没有那么臭名昭著 还说回到莫虎 那周立波呢 通过对莫虎呢 一个是说他那个黑他 收的费特别高是黑他 另外呢就是那个小案子 给他给他搞成大案子 简单的案子 那个给他搞成复杂案子 然后这样的就是 这不仅是黑了 这简直就是害了 然后通过这两方面呢 确实是最近呢 就把莫虎搞得挺臭的 把莫虎搞得挺臭的 达到了这个周立波 要搞臭莫虎的这个目的 应该是这个目的完全达到了 但是呢 从莫虎那方面来看呢 莫虎那边 那个流龙珠呢 在这个LA华人网上公布了 说要搞一个那个 记者招待会直播 那个莫虎会到时候就会出现 来宣布呢 他会起诉这个周立波 但是呢 那个那个直播好像搞了一天 到最后莫虎也没有出现 莫虎没有出现 莫虎呢 他后来好像通过他姐姐宣布说 下礼拜一 要对这个周立波提起诉讼 诉讼 要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我客人觉得 在美国联邦法院 对周立波提起诉讼 诽谤 我觉得 美国没有管辖权 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对一个人的诉讼呢 那管辖权呢 是这样的 一个是原告就被告 一个是被告所在地 一个是这个事件的发生地 嗯 就是说除非你是之间 除了那些个有合同 有合同 合同里面规定了 有哪个法院管辖的以外 就是没有合同 没有规定 有哪管辖的以外 就是一律都是被告所在地 和事件的发生地 侵权的发生地 所以现在呢 那个周立波 现在人是在国内的 而且呢 他现在污蔑他 污蔑他也好 诽谤他也好 这些他说的那些话 说话 接受采访啊 发微博 一概都是在中国 所以我感觉 那个美国是没有管辖权的 墨虎呢 这一方呢 他是以前发了一个告示 对吧 说那个周立波 对他一概都是诽谤 嗯 都哪些方面是诽谤 现在就不清楚 因为他那个 他没有具体的说 啊 我现在对他 那个诽谤成立不成立呢 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不想 我不想做评论 周立波的夫人呢 在7月9日 嗯 发了一个 对唐爽的一个回复之后呢 嗯 这个各方 各方 现在呢 都是一个沉默的状态 各方都是一个沉默的状态 瞧着吧 到下 他们这几方呢 一定 一定 现在他们是在 这个 这几方在商谈了 他们在商谈 出一个方案 各方面都 这个纠纷 让他停止 这个风波 让他停止的一个方案 所以下礼拜一 墨虎预计的 要起诉的那个日期 就是下礼拜一 如果是 nothing happened的话 就是什么也不发生的话 这件事情呢 就算了了 啊 所说的了呢 是他们之间的 纷争就了了 但是呢 我相信 这件事情呢 给人们留下很多的这个疑问 和想象的空间 对吧 我在以后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啊 我仍然会继续说出来 我对这件事情呢 我存在的疑问 现在呢 我就提出来一个疑问 就是 这个墨虎律师 这个墨虎律师 他到底知道不知道 呃 那个某某那些个枪 是非法的 如果周立波 咱们现在呢 所说的所有的都是 基于周立波的 周立波说的啊 我们暂且就按照周立波说的 如果是事实的话 这个墨虎呢 他知道不知道 那个某某的枪是非法的 他指导那个某某 来转移那些枪支 对吧 他知道不知道 是非法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周立波 很显然 他虽然没有跟这个公众 他没有跟媒体 他没有跟这个警方 没有跟检控方 没有跟法院 没有跟他的律师 他老外律师啊 没有跟他的律师 也没有跟公众 没有跟任何 任何他这个圈以外的人 说提起来 这个某某这个人 以及他对他的这个陷害 那枪是他的 他没有提出来 虽然他没有提出来 但是呢 他在私底下 跟某某因为这件事呢 他们的矛盾非常非常的尖锐 非常尖锐 以至于他们不能坐到 这个默虎的女儿的结婚礼上 他们不能 矛盾如此的尖锐 对吧 很显然这个默虎 是知道的 咱们假设啊 咱们假设啊 咱们假设这周立波说的是真的啊 默虎是知道的 说周立波不把这件事公布出去 他有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个考虑 默虎不把这件事公布出去 这是为什么 如果我是律师的话 我是一定会 让这个周立波 他是冤枉的呀 让这个陷害的人一定要曝光啊 一定要曝光的 不曝光是为哪般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好 我这次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